主要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打黑色T恤的一个过程 准备的物件呢 有一个黑色的T恤 然后呢是两张隔离纸 然后一个是我们的固色剂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类似 一个关筒 然后呢我们这边呢 是用一个黑色的布匹来 黑色的布匹来代替一个T恤 现在呢咱可以开始了 现在我们先用 先把先涂上固色剂 固色剂呢 咱们就是一定要把它涂均匀 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话 打印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呢与此同时呢 可以把我们的 可以把我们的那个烫花机调到150度 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个小滚筒呢 把因为喷了固色剂以后 身上就会有一些毛会会痴起来 所以我们用滚筒给它滚一下 然后这样固色剂呢会更加的均匀 然后呢用隔离纸 然后呢用隔离纸 给它弄 给它把打印部分给盖起 烫压的时候呢我们就大概保证 烫压一次呢就可以保证不能超过十秒 我们一般选择烫压三次左右 然后你那边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烫压几次 基本上呢就是要保持一个医尿大概是一个将近要干的一个状态会比较好